大家好 我现在过来挖几棵腐杖 因为我前段时间拍了一期关于腐杖的视频 有一位网友私信我 说要我帮他挖几棵回去家里种 还有一位网友 说要我拍一下腐杖的叶子给他看 刚好这里有一大片 现在就准备在这里挖几棵 这里这一大片都是腐杖 你看这是他的茎杆 他的茎杆有几米高 这是他的叶子 你看他的茎杆有斑纹 像这种就是腐杖的叶子 腐杖在我们农村又叫做酸桶杆 小时候喜欢摘那种润的吃 酸酸的 它的根茎特别粗壮 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茎管直立 有的茎杆可以高达几米 你看这种就是它的茎杆 你看这种就是它的茎杆 它润的时候可以扎来吃 酸酸的 看它的里面是空心的 这种就是它的叶片 它的叶片很光滑 看它叶片的背面有这种茎纹 这个腐杖它一般是喜欢生长在温暖潮湿的地带 我们以前农村都是搁这种润的来喂猪 现在有药材收购商收购这种根茎 拿它来漏药 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接下来我就挖几颗它的根茎出来 帮朋友挖几颗回去家里住 就挖这几颗吧 这几颗特别粗壮 特别难挖 这个根茎特别粗壮 挖了一兜 就有这么多 都有十多二十斤吧 你看这种就是腐杖的根茎 里面是黄色的 露药的部分也就是这个根茎 把它切片晒干 这个现在有药材收购商在收购 这个好像也有几毛钱一斤吧 也还可以 像这么挖一兜都有几十斤 挖一天下来的话 也可以挖个几百斤 有人拿它林工栽培 林工种植 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好了 好了 现在把这个拉回去 好看 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